设身处地的陪伴 眼前行动不便的阿嬷 唱着自己熟悉的歌曲 让身在异乡的 慈禧大学学生感触特别多 想到自己家里的阿嬷 很想哭 因为平时都会觉得 阿嬷关心很烦很怎样 可是就是阿嬷他们老了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离开我们 所以就是可以给阿嬷他们 多一点耐心 因为阿嬷现在就是还很好 能走能跑能跳能游泳 就是觉得跟这边的阿嬷比起 阿嬷比较舒服 然后就是回家多陪陪阿嬷 结束安老院行程 此大学生下一站 来到马来亚照顾户的家 来到马来亚照顾户的家 但是我认为他太高了 现在还没有什么 如果他太高了 我认为他太高了 罹患血癌的照顧戶外出工作了 逆境求存的坚强 让人感动 他没有给我们那种很负面的那种感觉 不是一昧的只寻求别人的帮助的那种 而是自己也有靠自己的努力来去更生 那我其实也很感恩 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们去结出这些 访识的这些人 让我们能够更了解到人世间的一些事情 然后自己能够访识这样 在关怀别人之余 也促进文化交流 此大学生宋爱之旅 收获满满 戴一线真善美之公 马来西亚报道